还有呢 喝饮料竟然喝到牛奶环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就是有民众买一杯珍珠奶茶 没想到喝一喝 竟然发现里面有白色圆环 让他吓到好几天都拉肚子 那么上门找店家来询问一下 原来是因为不小心 牛奶控环掉了进去 一直喝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对他的品质也就是很相信 但没想到这是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就有点吓到 实在太夸张 吴小姐拿着已经喝光的空饮料杯 里面除了两三颗珍珠之外 竟然还有一个白色的牛奶环在里面 都把饮料喝完了才发现 掉在里面实在让他吓坏了 这东西都是白白的 然后就是都没有注意到 那就是喝到最后的时候 剩两颗珍珠的时候才发现说 怎么会有不是 应该要 应该是那个内容物里面该有的东西 牛奶环不知道被多少个人摸过了 其实吴小姐本来就是 这家连锁知名饮料店的常客 19号下午 他一如往常买了一杯珍珠奶茶 想不到却发生掉环的事件 找到这家位在东区的饮料店 店长承认是店员出了错 可能是我们饮料都是现做的 然后导致可能我们的蔬师 然后牛奶没有关好 导致饮料那个环掉进去 当时店家在事情一发生 就立刻调查 当天调配饮料的店员是谁 由总公司寄出惩罚 再赔偿给消费者金额 或是杯数不一的饮料 一个步骤出错 让整个安全卫生程序 都让顾客用放大镜检视 牛奶环竟然掉落饮品当中 不让让顾客吓了一跳 也失去了消费者的信心 中间和顾客用路配与台北采访不到